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毫无疑问 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场社会运动 因此 在本季的越洋电话里 我们会通过多位讲述者 从不同的角度来接近这场运动 他们中 有学生 有记者 有商人 还有我们今天这位主人公 一位来自内地四线城市的专科院校老师 因为担心学生的安危 在六四发生前的一个星期 才来到了北京天安门 八九年的初夏之前 她是个三十五岁的妈妈 是个对政治无感的高校教师 吃了半辈子的苦 刚刚过上两天好日子 但命运的安排随着一通电话急转直下 她也被推向了一趟待发的命运列车 我叫茉莉花 湖南少东人 笔名叫茉莉 有时候我会加上瑞典 瑞典茉莉 我现在瑞典式的歌摩 我是一个退休教师 专男作家 茉莉 本名茉莉花 出生在湖南省少东县 她说她上面有两个哥哥 因此 她的父亲在她尚未出生前 就早早准备了一个女孩的名字 茉莉花 她是一个被父母期盼到来的女孩 茉莉出生在1954年 这是一个主张阶级斗争 家庭阶级成分决定一切的年代 而她的父母都有着那个年代 少见的良好教育背景 要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中国大陆的文盲率是80% 人均的受教育年数只有1.6年 而茉莉花的母亲是女子师范毕业 而父亲更是毕业于国立中央政治大学 一所民国时期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 但在那个年代 这样的家庭背景 带给茉莉的 则是一次次苦难的源头 1966年我小学毕业 就文化革命开始 文化革命一开始 我父亲在乡村学校 开始没怎么行动 到后来行动起来 我父亲就被打成黑帮 叫做历史反革命 因为他在读大学的时候 参加过国民党 那这是不可饶恕的历史反革命 吊着大牌子 对斗 我就不能读初中了 中学就没有读了 有一次我们家哥哥给我找到一个民办中学 读进去 读进去我高兴死了 读进去七天就被赶出来 就老实说我们不能一收你了 因为有人的告状了 你是黑帮的子女 我就哭啊哭啊哭啊哭三天 年轻的时候哭的才多呢 那简直动不动就哭 动不动不就哭 没有办法 但是你必须叫做一颗红星炸根农村干革命 我在乡下的时候擦秧打合 我是妇女最高公分 死拼命 拼命地干 每天一身泥巴一身汗 到了1972年 我在乡下已经好多年了 没有书读 经常看到同龄的女孩 她们出生好 从我门前过 她们去上中学 我就哭死枕头 但是呢 我有一个就是我师谱 我是我们那个乡村 很少的年轻人师谱的 懂简谱 哭了命发塑 然后我们乡下一个小学 需要音乐老师 她说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虽然你是黑帮子女啊 然后就把我说 开始试试看 在做音乐教师 然后我一到学下去就拼命了 拼命地学乐器 其实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我以前回来二福 弹手风琴 我可以把一堂课唱的有声有色 音乐知识和这个课堂结合起来 又过了几年就招工了 招工了我就在乡村中学转正 成为正式教师 最后我就到初中高中 那个时候乡村学校缺老师 比如说没有地理老师 没有历史老师 怎么办 他就胡乱地把你抓去 叫历史叫地理 那好 那我就每天比你学生先学一步 我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史 我是倒背如流 最后就是 三十专的一个科 到我们中学去听课 听了我的课之后说 我要把你提到我们那里去教 教材教法 因为你懂怎么教中学 所以我当时这个 我并不是先拿到学历 或许是因为 当时这种所谓的政治身份 带来的苦难太过沉重 又或是政治本身 就是她的软肋 茉莉只能把希望 挤托在个人的努力上 抓住命运中 每一个微小的机会 她从公社的劳动积极分子开始 临时音乐教师 民办教师 公办教师 到了1985年 她成了当地最高学府 湖南少阳师专的一名 正式讲师 也成了她的丈夫 傅正明的同事 按茉莉自己的话说 得到这样的结果 完全是因为 她走的是白砖路线 埋头做事 不喊口号 可能很多 809000后的听众 没听过白砖这个词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是个在 1950年代后半期 到1970年代常用词汇 彼时中国的政治光谱 有且只有两种颜色 红和白 拥护共产党的 自然是红色 其余的 无论你是持不同政见的 还是只想做中间派的 统统都被画为白色 因此 那些专注于学术研究 或知识学习 试图与现实中的党国政治 保持距离的人 便被称为 走白色专家道路的人 简称 白砖路线 1989年之前 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 小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被剥夺了那么多 学习的机会 我必须尽可能地 把这个时间夺回来 所以我就拼命地读书 不课 然后我自己还在教书 我还有孩子 政治的事 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 一切都很好了 只要自己努力了 尤其是我们那个时候 叫做文学青年 有青年吗 是吧 看了很多都是文学作品 如果没有1989 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 一边写文学评论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 莫莉巧确信的幸福生活 就这样突然被 毫无征兆地打破了 此刻的她不会意识到 她和她的家庭 在此后的数年里 会发生天翻地覆般的变化 1989年4月15日 那一天我正好参加 湖南专家界的一个教学会议 然后有一天老师就说 大家都去山上网放假 我记得我是三花叉满头 摘很多花 然后祖笋 摘很多祖笋回来 高高高兴兴的 哇 大家在时侦里说 胡耀邦去世了 我是政治糊涂的 后子后爵 懵懵懂懂的 但是我知道胡耀邦是什么人 傅哲明在北京大学的时候 当时他会经常回来讲 方立芝 北京的一些杀农 这些情况 胡耀邦 1987年下台以后 当时傅哲明还参加过 北京的游行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是很难过 但是难过之后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就回到了邵阳 邵阳我就听说长沙 当时发生了一些 小小的抗议 然后我也不觉得 跟我什么关系 寄书的教书回家带孩子 回到邵阳 一直到5月13日 我们当时每天早上 大广播都会报道 那时候中央电台还报道 那个时候李鹏宣布戒严 然后就是学生的抗议 开始绝食 绝食每天都是绝食的消息 这个时候我们就打动了 这个时候少人师 居然有一支队伍 学生队伍去街上 去游行 我跟着走 走到半路的时候 我想起孩子要回去吃饭了 然后就回来做饭 就没有参加下去 那个时候就是说 我们每天带着书本去上课 到教室里跑一个圈 学生不在 学生都到广场 去静坐 去游行 我们不管 我们就回去做饭 就是放假 每天都是这样 象征性地跑到教室里看看 没人就走了 直到5月26号 5月26号那时候 我也是跑到教室里看看 没人 我就准备走 说打个电话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上街去 买夏天的衣服 就约好去 我记得那个时候 只有那个办公楼 那里有电话可打 好 然后我放下电话 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 一个姓周 一个姓黄 他们说 他们也要打电话 他们给北京打电话 他们北京打电话 他们说 他们要到北京去自分 他说 因为李鹏颁布了戒严令 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 去训民主事业 就这样子 有一个是诗人说得非常激动 就是 民主需要我们的鲜血 训这个事业 我当时吓坏了 那结结巴巴的说 那不能去 你们父母怎么办 那 他们根本就不听 他们就走了 这走了 我就知道那班火车 那天下午要上北京了 我就到家里 跟我先生商量 然后戴好钱包 戴好换洗的衣服 就往火车包 当时跑一次北京 很不容易 为什么那时候 不像现在又快车 那车很慢 5月26日下午要到 5月28日早上才到 一到就是大游行 那是很壮观 人人都很激动 当时到5月份的时候 外地的学生都蜂涌进北京了 北京本地的学生已经累了 他们从4月份就开始 他们就开始退回校休息 或者回家 这是外地的进来了 所以每个学校都打着自己的牌子 我们的学生一去 他们就领到了香港的红帐篷 每天可以去领香港支联会的 面包和水 但是一下雨 你睡在地上 天安门就是一堆水 你知道吗 每天都是很辛苦的 在那个广场坐着 我来住的朋友家里 我就每天去广场看他们 一个就是我有时候买货饭送给我的学生吃 因为他们到了北京就没有说自焚了 跟其他的学生就在一起 每天静坐抗议 但是只有面包水可吃 我给他们买货饭 然后呢 我就到北大去 因为我先生是北京大学研究生班的班长 那么他在北京大学还有一些同学 技术读博士 他们在写作 北京大学三角地 我就在那儿看一个星期 他的同学给我们讲解他 写人权理论 民族理论 当时我是听他们 我就是对我启蒙 为什么要让这个学生运动啊 什么的啊 我在那儿一个星期 我每天送饭 然后一个一个 天安门广场的那个帐篷去看 我就说 你们是什么大学的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呢 他们那些人都在看书 说准备回去参加考试 我要赶快复习 那什么时候回去啊 他说等人大 他们都呼吁人大常委会 出来解决问题 那么学生就说 你们出来解决问题 就证明我们游行 悼念胡耀邦 不是反革命 是爱国的 就是为了证明这个 他们待在那里 所以我在那一个星期之后 对我来说是一个 我本来在乡下 很多年想想 就是很必赛的 那一个星期 把我的脑袋 什么是人权 人们是民主 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奇梦 当时我还看到那个 天安门的民族女神的塑像 那一天建立 那时候北京天安门广场 大家都喜洋洋的 站在那个广场的 那些学生领袖是很神奇的 那些纠察队员站在那里 保卫着那个中心 好 然后6月1号 人民大会堂 政府的广播 声音很大 他一片一片的广播 现在外地的同学 你们要回去什么 一切免费 火车汽车 一切为你们免费 我一听就很开心 因为钱已经不多了 吃饭都很花钱 那时候我们教师 都是很穷的 然后我说 现在不要钱 一路回去 我就把他们 这么抓着 带着走 当时那个场景就是 只要你说我是老师 我把学生带回去 所有的火车汽车 都为你开门 那时候就觉得 这个事情会有个好的处理 只要人民代表大会 说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 当时我是去 把学生拉回来的 我是不准他们自焚的 就是说 我是一个监督者 你们必须活着回来 这是我的政务 我又不是要去抗议什么的 因为我一直在乡下长的 而且我走的就是 北砖道路 就是我的业务 教学 京城里发生的事 离我太远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一个星期 我就在京城 我和他们经历了 很热烈的这一个星期 6月1号回来的时候 我就在路上 就开始很激动了 就开始回忆一些 关于北京学生运动的 十大问题 就把我的认识 为什么要发现这个运动 这个运动现在碰到什么问题 写了6月3号晚上 好 少阳师专的老师 年轻老师 已经准备一个会场 请我来介绍 北京学生运动 这个时候我就把 这个在路上写的 十大问题 我们只说 学生的诉求在哪里 他们为什么要待在天安门不动 把这些梳理下来 我们没有预料到 会开枪杀人 开枪杀人 当时美国之音 我们都是替美国之音 第二天早上 一听到发生了 人就懵了 人就懵了 因为我跟其他人不同的 就是说 你在那里每个帐篷 都看过那些孩子 他们那么年轻 那么青春活泼 那么充满朝气 充满了对国家的责任感 他们并不想反革命暴动 他们就是想 政府对他们的行为 有个说法 他们就好回去考试 现在一开坦克 碾瓶了 民主女生像打倒了 帐篷碾瓶了 都哨了 然后多少人死掉了 不知道 最后我当时就很气 那天晚上 我们就学生开了一个 追悼大会 哀悼北京死难者 死难者 我作为教师代表 我第一个发言 我就说 我在北京看到了 他们绝对不是什么暴徒 他们不是反应暴徒 他们没想反应暴乱 我看到他们在做什么 那是灯光求偿 学生开始 大家都哭 一片哭声 我一哭 大家都跟着哭 说到北京屠杀的时候 会想象帐篷里坐着 看书的那些姑娘和小伙子 那么他们也是妈妈的孩子 我也是做母亲的 他们人没了 我害怕什么 我都跟这个政府拼一下 我就要揭露你们 我和莫莉的录音 是在她斯特格尔摩的家里进行的 当时她的丈夫傅正明 一直在我们不远处的沙发上 安静地坐着 但当莫莉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起了 莫莉在录音前告诉我 这一天对傅正明而言 也是难以忘却的一天 因为在那一刻 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身决定 并在大庭广众之下 将这个决定说了出来 于是 我让傅正明来到麦克风前 说了几句 就她从北京回来以后 我们 我是不相信共产党会开枪 会用坦克去碾人的 是吧 当时六四当天 开这个追照会的时候 我就是宣布了 鉴于 中国共产党 不再是我信赖的党 从即日起 退出中国共产党 胆齿国齿军齿日 1989年6月4日 那是热烈的鼓掌 学生当然是热烈的鼓掌 我们还是回到莫莉的故事 如果说五月底的那通电话 开始把莫莉的命运 带向了一个新的轨道 那无疑 这趟命运的列车 现在依然使出了战态 开始加速前行 我6月5号寄宿上街 少阳有五个大学 约好在市中心广场 来悼念六四 当时我是从 那广场有个小贩那里 借了一个扩印器 在广场的楼上 现在想想 当时就以为 还是会有希望 就希望能够发动 发动人民 去为那些学生讨公道 哪有说理的地方 我们一直坚持到八号 然后学校就开学了 去上课的时候 我就念了 鲁迅的纪念 刘侯真君 真的猛事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式灵力的宣泄 这是怎样的 哀痛者和幸福者 我就读了这一篇 然后呢 就不断地有 亲戚朋友来说 要抓你了 我弟弟就跑到 我们家里 就拉了一把钱 丢在这 就说 姐姐你给我躲 你逃 我说我不逃 我当时就说 他们杀人 我为什么要逃 他们犯罪 我没犯罪 我为什么要逃 我不逃 就这样过了 一个星期 到6月14号下午 在吃晚饭的时候 我在办公室楼里面 公安局的警测 两部警测把我 他们怕学生的阻拦车子 然后就等学生吃饭的时候 就把我带到 邵阳市寿生所 他们开始也是说 过去审查一下 因为三个月以后 才正式逮捕嘛 收容审查 是1975年到1996年间 中国的公安机关 对于四类 轻微违法犯罪分子 实施了一项 行政强制手段 在很多时候 并不需要确凿的证据 警察就可以把一个 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 抓进收审所 最多关上三个月 之后如果有了新证据 就走司法程序 如果没有 就放人 于是乎 在没有被正式逮捕 和起诉的情况下 茉莉被关进了收审所 我去就是一个女间 打一个通铺 通铺前面有一个 地下有个洞 就是厕所 旁边有个水桶 你要上完厕所 用水桶咬着去浇一下 我去的时候是夏天 六月十四 很热了 那个蚊子 窗蝇 尤其是老树 可以从厕所 那个洞里面爬出来 再往你脸上爬 他们是十天吃一顿肉 我去的那天晚上 我就宣布绝食 我就抗议 你们把我抓起来 那些犯人高兴死了 为什么 他们把我那一顿肉 那一顿肉 把它分了吃 就每个人 饭里面有几个肉丝嘛 十天才有一次 开始这个场合 是不想活了 这个场合 怎么活下去 我就不吃饭 不吃饭 后来 那个玉井 女的对我很好 她说 我们知道 你们学生运动 是什么情况 你是老师 是这样 你不要上我们为难 不吃饭 我们可以避吃 就用鼻子里面 喂进去 就说你很难受的 就是老师劝我 我看看想想 好 我活下来 我不死了 我不决死了 我活下来 放弃了寻死念头的茉莉 开始了 在收声索的日子 傅正明托人 给她带来了一些书 于是看书 成了茉莉 每天的主要活动 茉莉也开始关注起 这个她从未来到过的 新世界 这里的居民 那都来自最底层的 弱势群体 比如住在隔壁的青嫂 因为儿子打架犯事 警察找不到儿子 就把她关进了收声索 青嫂天天都哭 因为地里的庄稼 没人管 今年 无疑是要绝收了 茉莉也惊讶地发现 自己因为学运 被抓进来的事 竟然也传到了这里 而且大家都对她 充满了尊敬 没有人欺负她 茉莉甚至开始感受到 收声索之外的事件 对于她的关心和保护 我当时被抓 这是上阳市 唯一的一个 因为八九血印 被抓的女教师 社会上都是深远我的 都是同情我的 因为那个门口 是任何人都可以 走到那个小卖部 监狱里都是为了赚钱 他们自己办的那个小卖部 卖得都比较贵 任何人都可以说 我买个什么什么东西 点一下 你把它送给了 谁啊 好 然后呢 经常有认识不认识的人 一名的方式 说这些卫生纸 这些什么东西 送给茉莉 有一次我记得 有个人送了一双袜子 就是小卖部买的 然后在上面写个保重 那个时候做政治犯 确实不像现在 现在你要关心政治 或者为这个坐牢 别人可能说你有病啊 干嘛不好好去争钱呢 那个时候因为八九六四 人民都在同情学生 同情教师 同情转入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 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鼓舞 虽然条件很差 我坐牢可以说 坐得至高气扬 每次来提审我 都是我教训他们 三个月之后 茉莉被转进了看守所 这也意味着 茉莉的案子 开始正式进入了 司法诉讼程序 九月份去的 他们就开始准备起诉我了 就是公诉人就来找我 律师也开始来 帮我准备便服 当时我就很生气 那律师一来就宣布 我们是共产党员 为你便服 不能做无罪便 必须是说我有罪 我就说 我们家请的律师 我们出钱请的 你还要说我有罪 我说我不要了 我不要律师 他就说这样吧 你自己做无罪便 我们给你提供一些事实 有利于你的事实 就是说我们打编故 他们不讲有罪 也不讲无罪 他们坐在那里 那么我就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面 我就读了中国的刑法学 读了中国法律 关于反革命罪的犯罪构成理念 还有一些外国的人权理论 以及历史上中国的反革命案的案卷 都找到看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 自学了刑法 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辩护策略的茉莉 迎来了开庭 邵阳政府特意把审判地点 选在了邵阳市委的大礼堂 准备用一场规模甚大的公开审判 来对民众进行一次普法教育 当然 一场成功的表演式公开审判 似乎也可以挽回一丢丢 党和政府所失去的颜面和社会信赖 当时就是 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早上六七点就起床了 那个时候头发都是闪的 因为在监狱里面 他怕你自杀 裤带什么的 鞋子什么的 都要收去的 那你要想办法找到 砸头发的 女范 这个给我一个夹子 那个给我一个 把我这个头发砸起来 要不然头发都没办法的 看车数送求车送 靠着手着 我去的时候 我们家人还有整个的学生 全都站在那里了 就是包括我在北京带回来的那几个 我爸爸坐在前排 我不敢回过头去看他们 还有我孩子 他们都带着孩子站在那里看我 我的女朋友都在那里 说墨利勇敢写 墨利勇敢写都在那富裕 我记得我 我开庭的时候穿的军带去的 站在法庭上也一直很冷 站在那里不动 犯人是不能做的 当时我的审判 世卫大礼堂 有上千观众参加 包括我的学生 天气很冷 人们从四面八方开始 他们静静地听 公诉人指控墨利犯了反革命罪 这个罪名也是个口袋罪 所有权力机关认为的 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 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 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 都可以被称为反革命罪 因此 墨利给自己制定的辩论策略 主要是两个方面 首先自己的行为 无论是批评执政者的言论 还是陪学生去北京 都不具备主观的反革命意图 而是出于爱国 自己批评的是领导人 而不是要颠覆国家 其次 自己并不是在煽动 而是在合理传播信息 表达思想 傍天就是漫长的诉讼罪状展示 你的一点一点想想 哪些是他们是说谎的 哪些问题怎么反驳 这中间这个辩护里面 还有很多的东西 最那个的法庭上 我要求中国政府奖励我 我说你们说 不是发动了反革命暴乱吗 很多学生暴乱吗 你们说吗 我把五个学生从北京拉回来 他们没有成为暴徒 好好地回来了 你难道不要奖励我 听众都笑得不得了 都在鼓掌 我要奖励 后来当我说我无罪的时候 观众席上他们就开始 沥腾起来 后来到 我每当说一句什么话 他们就给我鼓掌 法官就很生气 说谁再要鼓掌 就去处出去 他们法庭就把一个 年轻的小伙子抓出去 这个那个小伙子赶出去之后 又从后面拐一个弯又进来了 因为那么多法不择重 那么多人鼓掌 非常激动 天神分上午下午 中午还吃了饭 下午人更多了 因为上午的人听说我不认罪 这个市民学生都是非常激动的 1989年12月 这是六师过去 半年了 那些学生老师们都在写检讨 做检讨 都为了过关 办学习班 写回过书 一个一个都是就是说 垂头上气的 他说听说我在法庭上 抓起来不认罪 所以他们就非常振奋 到了下午 到了黑的时候 冬天黑得早吧 我记得后来的那个 哗啦哗啦的掌声 都是已经快黑了 法庭也没办法抓人了 开始是不断的警告 谁在鼓掌就要抓 我说那个时候 确实做政治犯的气氛 很不一样 1989 早上八点 早上八点到晚上 当天就先办了 我的行棋 据说本来是三年到十年 那么就是法官 判决的时候 他有这个权限 三年到十年 一次一次的鼓掌 让法庭整个的情绪 都上了 法官只好把我 捡到最低的刑期 三年 很遗憾 莫莉现在已经无法找到 当年的这份辩护词了 但法庭都会有诉计员 因此这份辩护词 也许还躺在 湖南绍阳的 某个档案馆的角落里 等待着 重新被人打开的那一天 那辆加速行驶的人身列车 又将莫莉带入了一个新的车站 监狱 他失去了工作 失去了自由 需要开始适应一个新的身份 反革命分子 这个一心想远离政治 当一名白砖的青年教师 终究还是无法逃离政治 当然 此时的他 也不会意料到在数年后 他会从一名共和国的政治犯 变成一位协家带口 流亡海外的政治难民 欢迎订阅岳阳电话 下一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讲述 茉莉花的人生故事 六四的路人甲下集 逃亡与营救 黄雀在行动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 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 以上就是本期 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 渝洋电话第一级抗争者 现已在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上线 每周更新 如果你也想成为 渝洋电话的讲述者 或者你希望下一通 渝洋电话打给谁 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 联系我们 同时 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 中文网的官方Facebook Twitter 以及YouTube上和我们互动 渝洋电话 在这里 我们共同倾听 外界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